现在中国妇女的地位越来越高 而男人们却越来越疲软了 更为可怕的是 现在中国男女出生比例为110比100 也就是说每110个男人中 就有10个男人注定娶不到老婆 这是一种先天性的森多粥少 然而这100个女人也不是都能娶来当老婆的 因为她们中有一些是看破红尘 终生不想嫁的 有一些是性取向另类坚决搞同的 有一些是性冷淡 娶了也不让用的 有一些是专门从事骗子行业 骗取感情和钱财后走人的 有一些是一心想叛国投敌 嫁老外的 有一些是见钱眼开非要嫁大款的 有一些是甘心情愿 只想乖乖被人包做二奶的 还有一些是奋不顾身 只想做小姐 从事皮肉生意的 这样算来 这100个女人中 真正可取的也只剩下了不到80人了 110比80 这意味着会有30多个男人 生下来就注定要打光棍了 真是太悲惨了 然而还有更悲惨的 因为如果你是个有理想 有追求的男人 那你肯定不会随便找个女人当老婆的 如果你想娶个本科以上学历的老婆 也许这剩下的不到80个女人中 只有不到40个供你选择了 如果你有强烈的处女情节 非要找个处女做老婆 那这剩下的不到40个人中 也只有不到20个供你选择了 如果你希望你的老婆是个漂亮 丰满性感的美媚 那也许只剩下不到10个人供你选择了 如果你希望你的老婆是个会做饭的女人 那也许只剩下不到5个人供你选择了 而如果你想找个性格温柔体贴 通情达理的老婆 那也许只剩下两个人供你选择了呀 如果你想娶个能挣钱养家 收入颇丰的老婆 那也许只能剩下一个人供你选择了 你终于从100个女人中 找到了唯一的一个你心中理想的老婆了 但很有可能她没有看上你 看来有追求的男人娶到老婆的概率很有可能为零啊 真是太惨了 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了中国目前有几千万的光棍 这些光棍们一天天如鸡似渴 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 旧社会有老地主周八匹半夜鸡叫 新社会有大量的光棍们 只能半夜叫鸡 一个半夜鸡叫 一个半夜叫鸡 两种境界同样悲壮 然而最悲惨的中国男人会是谁呢 最近有一名二十岁的美女为了迅速出名 自称希望能为敬爱的张艺谋导演潜规则 此言一出一片哗然 而他的话更是提醒了大量 同样想一夜成名的青春美少女 据说现在全国有超过一千名美女 集体向张岛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猛烈的肉体进攻 搞得张岛苦不堪言 虽然张岛身体健康 可豪虎架不住群狼呀 更何况他现在年岁越来越大了 人生能有几回博呀 因此张艺谋导演是中国最悲惨的男人 人生能有几回博呀 人生能有几回博呀 可能是在船上下来越大了